中国全国人大万事委员会主任傅盈13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一场论坛上诠释了中国和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 他予以双方透过对话来解决分歧 另一方面傅盈还批评了日本宣称将钓鱼岛国有化是单方面来改变现状的行为 另外在朝核问题上他表示中方从不认为应该控制任何的国家 傅盈13号在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 在中国与国际秩序论坛上他发表演讲强调 中国不可能全盘接受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 中国人讲的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一系列国际机制 法律体系和原则规范 傅盈同时反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长期排斥和压制 傅盈说中美间最大问题之一是缺乏理解和互信 他表示双方完全可以透过对话解决分歧 两国围绕网络安全已举行成功的高层对话 另外傅盈还与台下的日本外务省政务官黄川田人士 就钓鱼岛主权问题交锋 黄川田人士提问时表明不能容忍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傅盈随即反驳 面对黄川田人士批评中国试图篡改历史 傅盈重申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除了钓鱼岛争议 论坛也聚焦朝核问题 朝鲜一月事报清淡 二月又宣称成功发射卫星到地球轨道 被问到中国是否已对朝鲜完全失去控制 傅盈回应指出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 傅盈强调中方在朝核问题上主张恢复六方会谈 努力解决所有国家关切 敦促朝鲜最终契合 中国会尽自己的责任 但不可能取代美国的责任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